网络上小有名气的面包店原甜拓 竟然被桃园卫生局发现 仓库的环境脏乱 部分的原料过期 甚至是竟然里头有老鼠出没 整个仓库里到处都是老鼠的排泄物 卫生局人员突击面包店仓库检查 却发现到环境脏乱不堪 许多纸箱都有老鼠咬过的痕迹 甚至现场还有活生生的老鼠 让人不敢相信 好 检查一下 然后看下面 老鼠 看到这么夸张的场面 环保局人员赶紧拍照存证 而整个仓库地板上 纸箱内也到处都是老鼠的排泄物 被环保局突击检查的 就是在桃园这一间 原田拓连锁面包店 除了仓库内有老鼠出没 还发现有三项产品原料已经过期 卫生局立刻将现场 共计四千多个成品跟半成品 全部封存 也命令业者 全台六家分店立即停止营业 停止贩售 不会再去买啊 这间面包店强调手作面包 主打天然健康 标榜用会说话的项目 没想到店家引以为傲的项目 客人还没吃到 可能早就被老鼠优先享用 事实上这间原田拓在网路上还小有名气 曾经有电视节目登门采访 仔细介绍店家的产品 没想到现在被发现环境卫生出了大问题 除了被暂时停业 业者的信誉也已经大打折扣 这边的信誉也已经大打折扣了 这边的信誉也已经大打折扣了 铁楼